李懷興是重慶府華電當公司創辦人 遭當局關押近3年 律師先後超過20多次要求會見 但都遭當局拒絕 今年6月8日開庭審理 11月20日 重慶第一中級法院宣判 李懷興被以善癲、詐騙、拷勒、非法拘禁 4罪名重判20年 當日法院外大批警察戒備 如臨大敵 54歲的李懷興 長期關注和資助弱勢群體 在2018年1月31日 被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 隨後以涉嫌虛假訴訟罪刑事拘留 他名下的公司 他太太和包姐的資產 將戶總值上億元人民幣的資產遭凍結 之後當局指控他在2017年10月到2018年的1月期間 曾經7次在微信上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包括轉發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殺人百萬的文章 同有道義抗爭、暴力革命等字眼的錄音 和朋友的一些聊天 包括和他兒子的一些聊天 就被重新當局作為證據 說他占中顛覆國家政權 2018年 他們把我先生及公司員工全部抓獲 包括我當時也被關了兩天 近來中國民營企業家接連出事 河北大午龍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大午11日被抓 28家子公司被接管 袁南京首富楊宗義17日被刑區 外界認為這些是中共在此整肅和收割民營企業家 新唐人記者洪斌舒燦採訪報導 抓到了 現在我給我們 就是 他要既然 現在 因為 他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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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s